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印度努比寒环 一众亚洲货币跌至低位 市场担心亚洲金融危机会重现 详细美元会如何冲击亚洲地区经济 上次97的玩法就是 主要是政府和企业的负债发了美金债 因为这些亚洲的地方那些货币就比较细小 细小的货币体系就发不了债 发债通常就要发美金 通常都是啦 你借自己里面经济金融也都未成熟 通常是借外面的钱 吸外面的资 吸外面的资 当然人家有的都是美金 人家不会有你的货币 所以就发了美金债 发了美金债之后 如果你自己的货币突然大贬值 那美金相对你自己的货币就贵了 如果你那盆生意的收益是回到地区的 譬如你借了美金 你赚的是自己里面本土的钱 你不是出口残美金的话 那你就有机会是赚了也不够 那你就掩不了那个 即是你贬值了嘛 美金贵了 突然间你的债大了 那你掩不了之下 那个资金就会断裂了 简单说就是资不底债会破产 就算政府也有这个问题的 如果你发了美金债 借得欠外面的钱 但是如果你的收益本身 你印的钱是自己的本帝 那你就也有这个问题 那这次应该都是 如果贬得很厉害都会差不多的影响 不过政府是健康了 企业普遍都应该是健康了 所以程度应该是小了 还有贬值的幅度也是小了 就是那次是被人冲击 所以突然间跌得很厉害 那次还有就是本身是固定汇率 固定汇率 你一段时间之后 你那个 因为你的汇率固定了 但是那个环境在变着 环境变了 其实你需要一个 一个不断变动的汇价去适应那个新环境 但是你的汇价没有适应那个新环境 就是汇价和那个经济是有错价 就是你的汇价不反映那个经济 简单说 可能经济差了 你需要一个弱点的汇价 但是你的汇价还是很强的 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固定汇价被人冲击的时候 而那个冲击的背景就是你本身那个价是错的 那一跌就会跌很多了 所以那次的贬值幅度很大 但是现在你本身那个汇价一直在跌着 一直在反映着经济 所以本身已经便宜了很多时候 你被人冲击的空间就不会很大 所以就算有进一步的贬值 其实都未必会是很大影响 或者很大幅度 那如果你再进一步的贬值 如果不是很大幅度 或者现状的错价不是太厉害 你再贬幅度有限 那很自然的冲击应该就会相对小一点的 好 第二条 亚洲金融危机会不会再发生 危机是偶尔会发生的 凡是错价 凡是说 泡沫到太厉害 跌回来 东西跌回来 接着大规模违约 那就是危机了 到时可能 尤其影响到银行体系 那个危机更加厉害 那你的环顾亚洲 中国就最厉害了 这件事 很明显最危险就是那里了 第三 你说美元强劲会引发很多问题 以非美元计格的资产东西会下跌 未来最大可能会触发哪一类资产危机 这次就本身的股市不是很贵 这个都是事实 就算美股升得那么厉害 其实PE都不是很离谱 是贵的了 不过都不是很离谱 你比2000科网的时候 比现在的PE低很多 有些地方 比如中港股市 直接低残 所以股就未必会跌很多 因为本身不是太离谱 债务就由零息环境 早两三年升到现在 顺务贵了很多 债务是在爆的 但是债务很少 就是 很少同时间很多地方爆债务危机 可能是个别一两个地方 比如十多年前 希腊 只是他自己而已 那间中会有一两个地方有债务危机爆发 现在大陆 就算大陆也好 都不是全面爆发的 比如主权债他就没有 那他只是一些个别的地方债务 个别的企业 就是有些企业不停违约 但是说来说他都是那些而已 都是那些名字 或者 如果问题 他暂时来说是上算有秩序的 逐渐来 可能那个影响都未必很大 那 股债以外就 货币没什么啦 货币是因为 大家的状态都相对而已 如果是相对来说大家都是有点淡的 有点审慎的 那就大家都淡一点 审慎一点 商品 商品就一点点 有引发 有通胀会夹升某些商品 但是有些可能是 经济敏感的会跌 都是个别上落 货币现在正在升了 所以你说纯粹美金上升 始觉就是债和楼市 可能这两个位会麻烦一点 但是你所发看到 现在美金都升了很多 以前低位说的七八十 现在都一百零多了 但是对楼对债的影响其实都是相对慢的 就不是说很即时的 有很大问题爆发出来 所以我想未来都差不多是这样的模式 那当然就有一层层的 譬如说 突然间冲颈加息回来了 那可能那一刻那些东西会下得厉害一些 最近那场息都上了很多 那这个都是可能有一层急一点 接着又会喘停一下 即是你预了下楼梯式的模式 不是说战胜那样 有时厉害一些的 怕一些的就对一对 接着就可能休息一休息 跌市都是这样一浪浪的 第四 现在亚洲多国指数齐齐处近年高位 除了香港中国之外 是不是因为汇率低水所致 有些关系又不是完全是 借货币买 譬如好像日本那样借银买股 这个也是 又不是全部是 如果贬值太厉害 也反映资金流走 资金流走也可能拖累股市 所以这个答案可以是或者不是 经济是不是真的这么好 普通 说真的 我的文章也写过 日本经济都是一般的 不是差 不过不是很多爆灯 中庭 高点Lox那种 各个央行是否会因为这样而不作出任何措施 应对高企的美元 不是啦 现在都什么日韩 甚至都问过美国佬说 想叫做联手做事 未必不做的 会做的 不过有没有用呢 另说 如果央行要联手干预 通常都是直接在市场操作而已 就是买回自己的货币就沽一些美金出来 这个过程就涉及 简单说沽美债 因为央行持着的美金就是美债 如果大手沽美债 在美国的盟友 譬如日韩来说 通常礼貌上打个招呼 你整个盘子敲出街 你这些欧行是大盘 你声音都不声 敲出来 不知道干啥 所以打个招呼 消息漏了出来 叫做默许了 预计了 免得扰乱市场啦 因为始终你这样 赚美债出来 那些似乎都是 十年三十年那些是很多东西拿来定价 不是说截不了的 但是突然间来 如果人家无所应对的 尤其是亚洲市人还没睡醒 你整个盘大盘赚出来玩东西 如果有应对就不同啦 如果谈好了先就好做一点 所以通常这些干预就说不用经美国佬 但是因为你现在很多汇价都是美元计算的 所以你告诉他 然后在做的过程会唱顺一点 美国佬也都要OK才行啦 如果他不OK你 他就说你操控货币 你不是操控货币 如果贬得太厉害的 你都可能会引发危机的 大家都明白的 有些 那就变了去到某些位干预 其实也都不出奇 很多地方都会做的这个 如果你不是大手或者是联手做的 那你又不需要这么高调的 或者私底下通知了对方 甚至这个盘不是太大的 我们不大的那些就叫做什么 常规的公开市场操作 那些就直接整天都有的啦 其实这个做法跟香港一样的 香港你为了维持的7.8 其实他不停要做的 如果你有人买美金 他要沽出来 有人买港币他要沽出来 那你令到那个买卖两边要平衡 那那个价就不动了 所以其实他现在就是 太多本币的沽盘 譬如很多人沽韩还沽日圆 所以才沽到这样的 其实央行就做对价 反过来做 就做回价 其实大致上是这样做的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第五就是港币会不会 因为挂的那些美金而受惠 你如果你是去旅行的你就受惠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就不受惠 你要出口的那你的美金那么贵 港币也贵那其实就不受惠 这句话看看对谁说 如果你做投资的就不受惠 你买外的东西你就受惠 看看你是什么身份 好 第六回应问题就是 KIBA问 CPI要多少才分辨到那个国家 是不是处于 sacflation or stagnation 如果外制那只就没说CPI有多少的 就 常态通胀水平也算是 就是如果你说的sacflation 就是有通胀那部分通胀相对高呢 我想一般的norm先进体系 如果通胀上到中单位数或以上就算高 中单位就是5 45 那看到这些都算是高 再高就肯定是 那如果新兴来说呢 就一般通胀觉得4都是常态来的 那你如果当double啦 就是没有一定的norm的 譬如你有很多现在这些新兴看 5、6、7%通胀都没有人说它很高的 那但是如果你上到可能 double啊或者slightly more than double 就是说10那头差不多 挨近双位 那就什么尺度都会说它高的了 那所以我想 常态的通胀目标 譬如先进就2%啦 新兴就是4%啦 你当将它乘2.5 就是2%乘2.5啦 4乘2.5就是10啦 那就是如果先进和新兴分别是5或者10呢 那我想都可以叫做 就是叫做高通胀啦 通胀是一个问题啦 那这个是我的看新闻 我看一路那个 就是各样资料所得出来的大致的概念 这个不是学术定义来的 学术没有写过的 那所以就是我 就是我理解这样叫高 好那最后有什么问题就在下面留言 下个礼拜再答